好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现在正式开始这句课的内容 上几课的课程最后给大家布置一个小小的作业 我现在要用两种方式来获取好了Word里面的W这个字符 对不对 说了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大家肯定能够知道 就是取W的序号 那么我们看一下W的序号是几 0,0,1,2,3,4,5,6 第六号元素对不对 好我们说一个6看一下 W对不对 好那么第二种方式就是我们说的负数的方式 负数是从这个字符串到后面往前数几个数字得到W 我们看要数几个数字 1,2,3,4,5 好我们说负5 我们再看一下 同样能够得到W 好那么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个问题 如果我现在不是想只是截取其中的某一个字符 而是想截取一组字符的话怎么办 好那么我们简单的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如果我要获取一组字符的话 那么它一定是有一个字符的起点和一个字符的终点 对不对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现在想获取Hello World里面的这个Hello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这么写 首先我们确定这个字符串的这个要截取的字符的起点 起点的续号是多少 H是0号 好然后我们还要确定一个终点 好终点的话我们尝试看一下 O的续号是第几 01234 4对不对 好那么起点和终点我们确定了 那么04肯定是不行的 那么Python里面呢 给出了这样一个冒号的这样一个语法 好然后我们运行着看一下这样的一个结果 是不是我们要的Hello 好很明显我们看到不是的 它少了一个O 那么这一点就是我要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的 好那么为什么这个0到4是不行 按道理来讲的话对不对 我们要截取的是Hello 那么H的续号是0对吗 然后01234O O的续号是4 按道理来讲的话 0到4是可以显示出Hello的 但是问题是在Python里面 它的规定就是这样的 你必须是0到5 也就是说是到你最后一个要截取的字符的下一位 这样才可以 这个小字是点细节 大家一定要记住 好之前我们讨论了这样的一个单个的复数 有这样的一个意义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现在把这个冒号这种形式的 第二个数字换成复数 它又代表了什么意义 好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运行的结果 Hello word 我还是用0这个开头 但是第二个数字我换成这样的一个-1 好大家猜一下 结合我们之前讲的复数的单复数的这样一个概念 看一下这样的一个运行结果 大家猜一下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把这个D 最后一个D给排除掉的一个字符状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 你看word的最后一个D被排除掉了 好那么从这个示例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复数代表什么D 复数和单复数是一样的 它不再表示这样的一个元素的序号 它表示的是一个不长的一个概念 看一下不长 这两个字 那么不长是什么意思 不长就是一个长度 比如说你在这个地方输入负 对不对 它是指的是从字符串的末尾往回属五个字符 那么同样在这里的-1 也是从字符串的末尾往回属一个字符 好那么往回属一个字符 再加上前面的起始的元素的话 就可以决定是从第一个元素H一直到倒数第二个 这样的一个字符状 好我们可以再多举几个例子 我个人认为像这样的一些基础理论知识 我们不能只是讲这样的一个规则和原理 我们同时还是要结合这样的一个实体的示例 多看几个示例 我现在把-1 比如说我改成这样的一个-43 大家觉得运行结果是什么 是这样的一个运行结果 从最后往回属三个数字 1,2,3 然后到WO这里来了 所以说出现的是HelloWO 好那么这里给大家布置一个小作业 我现在要从HelloWord里面截取Word 我要求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截取这个Word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怎么样做两种不同的方式 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